歡迎收看WebTV 網絡大明星 大家好 我是Biom 王鴻恩 我是羅文宇 哇 我今天特別的興奮 我看得出來 我們暫時歡迎我們的大來賓 大明星 陳潔怡 Kids 華語天后 Kids 陳潔怡掌聲加尖叫 對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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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的青春裡面一個記號 就叫陳潔怡 沒錯 我想每個人 特別是台灣很多的朋友 對 你的歌真的就是一個 覺得是被療癒的感覺 謝謝 對啊 其實我每次聽到這個 我都很開心 就是會覺得 我覺得作為歌手 如果你的歌曲可以這樣子 幫人家留下一些記憶 幫他療癒 我覺得那是很棒 Everything 這是青春集的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標題 真的還滿正面的 就是A Time for Everything 如果翻成中文 就是凡事皆有時 也就是說任何時候 其實每一個時候 我覺得發生的事情 都是應該發生的 然後我們應該要活在當下 然後把握每一天 對 然後無論是 喜怒哀樂春夏秋冬 我覺得它都是應該發生的 那我覺得這張專輯 我想其實你的唱功 大家都不用多去講 太厲害了 包括這次的專輯的錄音的方式 歌手要同步錄音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這張專輯 可能不僅得金曲獎 可能會得諾貝爾 這首歌就叫諾貝爾 他在講什麼呢 我覺得每個人 無論你多有成就 或者多平凡 其實你可能心裡 覺得最大的成就 其實就是希望 有那麼一個人 你渴望 他可以認同你 他可以了解 他可以愛你精神 哇 然後當這個人的出現 你就好比得到諾貝爾獎 可望被你承認 留下的不是規矩 把過去的堅持 我出現的微笑 多麼讓你解釋 原則的重要 這次感覺 還不真實 T3 可望被你選擇 當晚中學你的人 那些簡單的事 都無比美好 多麼讓你解釋 遇見的朋友 這根底也來得太遲 我在等候 我們KID貴為華語天后啊 但是聽說他有個非常大的特色 對 就是歌詞比較難背一點點 今天就要來考驗天后一下 所以你看我的歌太整個字 我們要考驗你 是裡面沒有準備的歌詞 選了一首華語也是經典的曲目 心動 我們會留一個空白的 看你能不能把那個歌詞唱進去 不去讓他過去 來不及 真的喜歡你 白零 承認這南天 痛 如果不能夠 擁印怎麼在一起 好 那接下來呢既然過關 我們就可以來打歌一下 明天錄影的同時 你看陽光這麼樣的一個 很舒服耶 我們就來一個 享受寂寞一下 八三囉吧 好 哇 搭配這個陽光 而且我特別喜歡你這首歌裡面 它講的一個概念 就是人生有加太多東西了 太多沉重 可是你要人生的減法 那怎麼會用這樣的一個 巴斯諾巴的曲風來 詮釋寂寞這樣的一個 因為首先當我們聽到寂寞 其實你第一個想法是很懶 很懶調一個是呢 如果你能夠享受寂寞 那當然就是另外一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巴斯諾巴很好 因為它又不是說 是很有寶寂寞的那種 對 它是淡淡的 淡淡的一種快樂 可是快樂中 可能也帶著一點點的哀愁 以前我在明歌餐廳唱歌的時候 比如說心痛 我一天可能要唱十遍 因為有的時候 後面比較晚來的客人 我前面已經唱過心痛 後面又有心痛點這樣 太多回憶了 你要不要唱給我聽 我還想 真的假的 想著你突然一陣心痛 一次用一次軟的感情放縱 你的脆弱讓我走不開 你的依賴所欲我存在 想著你還是想到心痛 期待我做的將來你都會懂 有一天真如果有一天 但願我還在你記憶中 你們兩個唱歌很好聽 還行還行 竟然主唱都點歌了 帶來它第二首經典 我喜歡這兩天跟著你 隨便你帶我到哪裡 你的臉慢慢貼近 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 我喜歡你愛我的心 牽住我每個生日乾淨 我知道 他在訴說著你 承諾也 你 那你接下來如果發片之後 你有什麼樣的音樂會啊 或是粉絲接練會啊 或是粉絲接練會 我11月9號跟10號在新加坡 有兩場演唱會 對 然後也是叫做 A Time for Everything 其實我覺得今天節目的最後呢 因為我們有要為粉絲謀福利 海報 我們要送給大家 你要出一個題目 就是我們今天在車上唱的 就要講出一首新歌就好 一首新歌 喔 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話呢 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分享這個 這一則影片 讓更多人一起聽到今天這麼美妙的歌聲 好不好 那我們就從這裡面抽出三位 幸運的觀眾 那也希望KID這段時間應該很辛苦 就保重身體 好的 持續把最美妙的歌聲感動大家 好不好 謝謝你們 那我們web TV網羅大明星 我們love也會同步播出 我們網羅大明星成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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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